委员昨天这个立法委员 王金平开了第一枪 那么很多事情 恐怕这个压力 真的是大要挡不住 我们也看到像立委罗书雷 他们讲说 真的是被人家骂什么的 那这个身为民进党立委 也有这么大压力吗 你不说你们有什么提案 也是没人理吗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立法院可多的提案 可是问题是台电他都不理 其实这个我们 这边经济委员会 我们的提案 这边是民进党的 那也有国民党的 这是民进党的 国民党的这个黄昭顺委员 他有提案 可是你提案通过十几个提案 包括我们昨天通过了 这个所谓旋转门条款 要求台电的高阶 这个职员 高阶的这个主管 他退休后一定时间内 不得到这个子公司 孙公司或是民营电厂任职 为了这个事情 这个台电董事长还气急败坏 不过话说来说 王金平院长以及肖万长副总统 我觉得其实肖万长副总统 这四年来做了一个没有声音的人 如果他行将卸任之后 之前说了这个话 说两个话 一个是郑索碎 一个是有电双掌 双掌 他说如果是我我就不会这么做 我觉得这句话让我比较怀念一点 我总是原来当年肖万长有说了这句话 要不然这四年我真的不知道他真的是没有声音 那王院长呢 王院长呢 这四年 这个任期过去 院长都是中立的 行的这议事中立 从来不会去介入这个朝野之间的纷争 那英国国会议长也是这样 可是去上个礼拜五 这个王院长的一个惊天一票 这个让我们觉得说 原来院长你终于戳破了你这个意识中立的这个谎话了 可是至少他跟肖万长副总统讲了这番话 说这个还是还长啊 或者说这个民间疾苦啦 然后这个部分如果能够分段调长是好的 不过王院长所讲的话 到底是代表马总统说的呢 还是代表台电说的呢 还是代表经济部长说呢 还是他个人意见而已 他要跟我们说清楚啊 因为马总统他到底最后的决策 听说这两天就要宣布了 那如果说宣布是如同王院长所说的 那王院长是真的有先见之明 而且可能马总统受益 所谓像吴伯雄主席一样 受人之托受人之势 他代表代替马总统 说了这个这个要分阶段调长 我觉得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当然是可以体会到 不管是王院长也好 执政党也好 执政党委员也罢 受到了民怨的压力 可以说是非常多的 如同罗书类这个委员所说的 他敬酒啊 执政党委员敬酒跑 从第一桌进到最后一桌 每桌都被骂 那干脆不要跑了 就我们南部有议员 就是要去敬酒 把那个背心 说那个上面的 国民党的背心先脱掉 说我就是 所以可见他们 的确是有蛮大的压力 那么议员 在这个再过不到三个礼拜 就520了 马总统如果要发表这个演说 那么在519的时候 这个在野党说 要上街去游行 现在连说台电中游的员工 也不满 也说519要大游行 这个接下来马总统 要怎么样来面对 这一些的反抗呢 因为据我所知道国营事业员工也其实有很多的不满 这个是必然的 那而且不管是邮电政策 或者是众所税政策 恐怕在520之前 其实马总统还是要把它讲清楚 其实很多人都认为说 这一段时间包含邮电双涨 或者是众所税的争议 那恐怕马一九在第二个任内还没有开始 他很多的改革已经在撞墙 其实非常明显的 那甚至更有一些政治的隐身的话 说他已经提前颇角了 你看这些东西通通都推不出去 还不敢送到立法院去 那现在看起来 有关于电价到底要不要分阶段调涨 那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部分 就众所税 他现在已经行政院说拍板定案 但他到现在还不敢送到立法院去 所以其实都已经说明一件事情 也就是这样的不管的税改也好 或者是邮电价格 事实上是没办法摆平他的党籍立委 其实这个是马总统他必须要面对的 那当然这个是民怨的一个推动 民怨推动 然后这些民意代表一定要表态 那包含院长的表态 王金平的表态 开第一枪 我觉得其实王金平是非常基于 整个的这个政治情势的 他这时候是会开第一枪 事实上是他对一个情势 有做一个审度 所以接下来就是 这个马总统要怎么样接招 其实我必须要说一下 我想这次很多的民怨 像我自己也碰到 但有一些民众是 他很怕涨价 尤其什么都涨价 说薪水不涨 这种声音是非常多的 那有一些摊贩 或者这个小商家 或餐饮业 他们不涨 他们事实上在苦撑待变 所以他们更苦 你知道有的人敢涨价 有的人是想涨而不敢涨 那么今天 所以为什么大家这样说 你到底要不要审 其实我认为要不要去节省 就是节能减碳 是要做的 而且我也认为 油电价格的调整 对于的节省 我觉得以后 大概每个人都会变 审电达人 那个审游达人 像我自己我本身 那天有人跟我说 你要办一个联名卡 那我想说给人家一个生意做吗 业务员很辛苦 那他就说 那你到底是要买电影票的 还是要审 就是加油可以比较折扣的 我就说 对不起 我要那个加油的联名卡 所以大家都会审 但是重点是 就是你的整个的改革 然后你整个的经济的政策 是什么东西 那我希望在520之前 你的定案 必须要把你的整个的政策 要跟目标说清楚 好下一个小时 我们要看到一个问题 事关全台湾 是不是三分之二的男人 或是三分之二的女人 身边的男人 马上回来